那个大家好哈我们现在是录这个美国总统本季的礼拜一抢先看 明天就给大家带来就是美国总统本季第五集的正片詹姆斯门罗 由于这个美国一个明星叫马里莲梦露 另外美国一个总统叫詹姆斯门罗 其实两个人的名字拼写呢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就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呢他比较 比较比较善用词所以呢男的呢我们给起门叫门罗 女的起门叫梦露所以不要叫马里莲梦露詹姆斯门罗 他们俩没有任何学员关系啊先说去 呃这个咱们说呢门罗总统呢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五任总统 他上街麦迪逊总统下街亚当斯总统 呃他可以说呢他的任期呢是八年呃 这个门罗主义哈也是美国孤立主义就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美国国策呢执行了将近一百年 所以呢门罗在他的任内呢也是有很多事情的 其中呢其实在这段时间里表现最多的是什么 由于美国已经成立政府 但是美国成立政府不代表他的司法制度就进行完善 是在门罗的时代美国的司法制度才正式开始完善的 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在1790年算是成立 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就是说完善 一直是到了门罗总统的时代啊 这个美国的就是说包括联邦政府 与最高法院与各州的州法院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政关系 是州权力大还是联邦权力大 在这个时期就是被门罗在门罗时期就是设定好了 所以你看今天美国各个州之间的纷争和美国的各个州和联邦政府的纷争 其实呢就是说在门罗的时候就有 只不过呢在门罗的时候呢 这个关系呢已经被理顺了 你看呢因为我跟大家讲 人比好多播主做这个节目呢 讲这讲那花边消息 但是他就不敢讲法 为什么他不敢讲法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法案 这种很多东西是一般他不知道的 但是你看我每个视频里都会讲一到两个法案 因为这个法案在美国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你看自从这个1793年的这个齐泽姆起诉格罗吉亚州 到这个1803年的马博里投诉这个麦迪逊 咱们讲过这个 还有像这个1819年的这个麦卡洛克起诉马里兰州案 这个1816年的马丁投诉亨伯特的承诉人案 1821年的科恩投诉弗吉尼亚案 1824年的吉本斯投诉奥格登案 以及到1833年的巴伦起诉巴尔迪摩士案 所以说呢这些案情呢 都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史上 代表着就是里程碑一样的 就是说案件里程碑一样的 所以说你在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都说美国是一法治国家 所以说呢从这样开始就要讲法 可能有人觉得啊这法什么 但其实这些法案是标志着 后面的美国的最高法院和州法院 怎么样进行类似的判决而做出来的表率 明天的回答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 好那就谢谢各位观看再见